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号才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谈话 引发各界讨论 不只在台湾引起许多反弹 多位美国议员也表达挺台立场 或许是因为感受到反弹声浪 中国驻美大使馆11号举行座谈会 大使崔天凯就表示希望美国支持中国的主张 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崔天凯除了宣誓中国不允许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 希望美方尊重欢迎并且支持中国在台湾议题上的主张 崔天凯提到习近平日前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以及台独分裂分子 还强调台湾问题试涉中国人民情感不容外来干涉 崔天凯也提到目前美中关系正处在关键的发展阶段 中国将会共同推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但也希望美方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张 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 11号在华府举办 主要由崔天凯分享对习近平在1月2号谈话的体会 同时谈论美中关系 大约有40名中国旅美侨胞和学生出席 崔天凯还呼吁旅美侨胞和两岸青年 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发挥创意 继续推动反毒促统事业 继续推动反毒促统事业